8年抿皮病健康皮 手把手教你非常简单 没有广告啊 赶紧进来抄作业 先说洗脸 只能用清水或者胺基酸解面 因为咱们的皮肤很薄很弱 倒机的轻易力太强了 会让我们的皮肤更薄弱 千万别碰 然后拿一个起泡器 把洗面奶打成泡再上脸 手法特别重要 我拿纸巾给你们做个示范 脸 泡沫 手 咱们抿肌只能这样清压 因为一揉这样纸就破了 抿肌的皮肤就是这样 所以记住啊 压 不要脱 其实护肤同理 我一般在抿的时候 直接用刺泡 拆开用完就扔 防止跟空气接触 软变质 是不更明 用法我一般一直按压三次 你先挤三分之一 全脸按压第一次 用的是打开皮肤通道 我用的是很敏油 它加水 乳 刺泡解面 我全都有 真的很好用 我之前在粉丝群里分享过啊 他们的背书是不要集团 跟护肤品 它其实就是降维打击 然后再挤三分之一 压第二遍 让它促身更好吸收 它就是有一股那种淡淡的草本味 敏肌会特别爱 就它里面加了青蒿提取物 跟那个青蒿素是姐妹成的 有多牛 你们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咱不是广告不敢瞎说 然后咱把最后剩这三分之一啊 倒出来之后 压在你的护肤死角区 像什么眼尾啊 内眼角啊 鼻翼两侧呀 包括你整个下额线啊 都把它擦到 而且跟你们说 真的我美丽项目之后 或者换季红红明明 我用它一周左右就好差不多了 像这油敏皮 擦完三面就够了 该干嘛干嘛去 干敏皮 你后续再叠一个修护面霜 像这几个啊 都是我用完还不错的 最后禁忌啊 敏忌不要浮面膜 不要一天洗两次脸 不要化妆 不要用卸妆产品和清洁泥膜 包括去角质的一切 也不要用防晒 物理遮挡是最好的 不要杠我 杠我也是我对 还有啥不懂的评论区问我